大家好,欢迎您观看韩梅视角,我是韩梅 今天是2020年3月2日,星期一 这个视频呢,我想跟大家聊聊关于这个伊朗的疫情情况 首先呢,我想说一说中国的疫情情况 中国呢,跟昨天相比呢,是比较稳定的 有增加的病例,但是很少 疑似的病例呢,已经是减到了710多 而确诊的病例呢,存量已经减到了32000多 那到今天完了以后呢,一定会低于3万了 还有14的病例呢,估计差不多就要探到底了 重症病例呢,现在已经减到了7100多 很快,今天过了以后呢,就会到7000以下了 那中国的形势呢,还是非常好的 我们来看一看这个伊朗 伊朗呢,引起来了各个国家的忧虑 为什么呢?是因为伊朗的死亡率相当的高 我们看到呢,伊朗到今天早晨8点钟为止 伊朗所有的确诊的病例呢 一共是978不到1000 但是呢,它的死亡人数已经到了54个了 也就是说呢,我没有仔细给它算 但是我们大致的算一下呢 这就是说不到1000的确诊 然后死亡了54个,它的死亡率呢 是5.5% 根据我们中国所算的那个死亡率呢 中国算的死亡率前一阵子呢 是在2.1% 但是呢,现在是基本上在1.4% 那伊朗这个死亡率呢,它是高于中国的 前几天它还更高呢 前几天它的死亡率要在10%以上 那为什么说伊朗会有这么高的死亡率呢? 今天我看了人民日报的一个记者 他本身就在伊朗 他在伊朗很多年了 他对于伊朗当地的情况呢 做了一个详细的报道 据他说呢,为什么说伊朗它这么高的死亡率 是因为伊朗人啊 他们是不爱到医院里面去看病 不爱到医院里去看病呢 那就是有两个原因嘛 一个原因呢,就是医疗费太贵了 人们太穷了 另外一个原因呢 就是伊朗的文化 人们就不爱到医院里面去看病 据这个记者说啊 伊朗即便是现在成了这个样子了 你要是在街上看的话 民众是基本上不戴口罩的 你要问他们说,为什么不戴口罩啊? 这位记者小哥呢,就问一个当地人 有一个当地人呢,就跟着说 说你染不染上,你死不死 这个呢,不取决于我们普通人 这个是取决于真主的 真主来决定你得不得的病,你死不死 所以呢,他们是一个宗教国家 他们呢,就特别特别的信奉这个宗教 他认为一切都是由真主来掌握的 生死由命 这其实也不对哈 你生死由命,然后你自己 你自己就不防御吗? 你自己什么都不干的话呢 神也帮不了你,对吧? 他们呢,就不戴口罩,生死由命 那另外还有一个原因,为什么不戴口罩呢? 因为一个口罩在伊朗要值20人民币 很贵的,这一个20人民币就相当于伊朗底层的劳动人民 他们一天的收入 他们辛辛苦苦的干一天,也就挣一个口罩的钱 所以呢,谁舍得花这么多钱来买一个口罩来戴呀 那就是说,如果说人们都不到医院里面去看病 除非是特别特别严重了,才到医院里面去看病 那等于说,伊朗所确诊的这个人数呢 基本上都是重症 就相当于我们中国现在 一共的确诊的人数呢 累计现在已经是8万多了 那其中现在,现存的重症呢 是7000多 现存的确诊呢,是3万多 如果你拿那个死亡人数来除以这个确诊的人数的话 这是一个比例 如果你拿这个死亡人数来除这个重症的人数的话 哇,那个死亡率就相当高了 看来呢,伊朗人民呢,确实是现在挺穷的 比中国要穷多了 看病都看不起啊 中国人动不动就去医院 油头头脑热的就去医院 对吧 一听说现在,哇,说发伤咳嗽都有可能是病毒感染 就稍微有一点咳嗽 然后就赶紧跑到医院去 这是中国人现在的情况 对吧,这说明 哎呀,中国人的生活确实是达到了一个小康的程度 说中国还有穷人,是不是有,是,是 中国其实现在还有穷人 但是呢,伊朗它问题是普遍的都是穷人的 但是呢,伊朗也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穷 我原来就觉得,哎呀,伊朗就是穷得不得了 人们都吃不上饭,人们都买不起这个东西 应该是呢,饿得营养不足 一个个的呢,都面黄肌瘦 而实际上呢,没有这么严重 据人民日报这位记者小哥说 现在呢,伊朗在超市里面,你要去看的话呢 人们现在也开始抢购 但是呢,只是抢购那些洗手液啊 消毒水这些 口罩他们还没抢购 主要是抢购这个消毒水和洗手液 那些个货架上的货物呢,是非常的充足 比意大利都强 据说意大利现在货架上的货都空了 但是伊朗还没有 货架的货呢,是充足的 而且呢,记者小哥还看到 在超市的外面,还有卸货的卡车 就说明呢,他们的货物呢,是充足的 之前呢,其实我也有所判断 为什么呢? 因为伊拉克尔他们前一阵子 就是在伊朗那个病情刚刚爆发的时候 伊拉克尔呢,就说要封锁和伊朗之间的这个边境 断绝和伊朗之间的交流 交流就包括贸易了 但是当时我就看到报道说 伊拉克尔呢,想这么做,实际上他办不到 因为伊拉克尔呢,绝大部分的日用品 就是生活品,什么肉蛋,奶菜呀 这些水果,这些东西 说是全部,基本上绝大部分吧 都来自于伊朗的 是伊朗给他供应的 所以说他要跟伊朗来断绝的话呢 他也断绝不了的 这是他们的日常生活的情况 然后我们再说呢,伊朗现在他也有治愈率啊 现在呢,他确诊的人数呢,是978 但是呢,他也有治愈的 治愈也有123 这个数字呢,也不少 我们中国现在呢,给伊朗派去了救援队 杨格说呢,应该是不叫救援队 应该是派去了一个专家组 派去了五个人 这五个人的专家组是来自于上海的 是上海的一个医疗专家组 上海呢,自己对医疗防御的这一块呢 他们还是比较有信心的 好像呢,中央政府对上海的防疫这一块呢 他们的能力呢,也是予以肯定的 这就是为什么把上海市长调到了武汉市 去同管这个防疫 那上海派了这个五个专家组 到了伊朗 为什么没有派大量的医疗队呢 一来,中国的医疗队可能也不富裕 二来呢,就是因为他们不需要 中国对韩国和日本都提出来了援助的这个愿望 提出来援助的请求 日本和韩国都说呢,不需要 不需要,物资可以 但是呢,这个救援队不需要 所以呢,中国就问这个伊朗方面需要不需要 伊朗呢,就仅仅需要你一个专家组来进行交流就可以了 不需要你的这个救援队 据人民日报的驻伊朗的这个记者介绍呢 其实伊朗的医疗啊,并不弱的 伊朗的医疗在中东和地中海地区呢 算是首屈一指的 不是最好的,但是呢,起码是最好的之一 伊朗呢,它在医疗方面还是创收的呢 它推出来了一个叫做旅游医疗 就是有很多中东和地中海地区 有很多人是到伊朗来治病的 尤其是伊朗,做那个心脏支架呀 在地中海地区和中东地区呢 还是非常好的 人们要做这个心脏支架的时候呢 就到伊朗来做 这是以前我们所不知道的 还有呢,伊朗和中国一样 有着这个很长时间的古老文明 凡是这个古老文明 我们现在说西医啊 西医和中医 严格的说,其实这个中医呢 就是传统医疗 或者说传统医学 而西医呢,是现代医学 西方也有传统医学的 用那些个草啊,花啊,根啊 来治病,它们也是有的 然后你给你扎扎针啊,拔拔罐啊 它们也都有的 像文明古国呢 像伊朗啊,伊拉克啊,还有希腊啊 它们都是有这种传统医学的 据说伊朗的传统医学呢 也是不错的 这一次这个疫情来袭 它们呢,现在除了用这个西医以外呢 它们也用它们的传统医学 所以呢,传统医学在它那儿呢 在这一次的疫情当中呢 也是起作用的 可能正因为这个原因 他觉得呢,你中国的这个中医有的 我们也有 所以呢,不需要 中国人呢,就老是觉得说 中医不被西方承认 尤其像美国等这些发达国家 包括加拿大啊 包括英国啊,包括澳大利亚 对这中医呢,都不承认 认为这个中医不是医 中药不是药 中国人呢,总是愤愤不平 其实也用不着太愤愤不平 像伊朗的他们这种传统的医学 希腊的传统医学 在西方统统都是不承认的 就是他们的医疗保险呢 都不覆盖这个传统医学的 在加拿大呢 因为是公费医疗 任何人不可以搞特殊 就算是你在富的人 你也不能给你特殊处理 就包括呢 如果你是一个普通人 说你有钱 你跑到美国去治疗 对吧,美国有私立医院 加拿大是没有的 加拿大全都是公立医院 说你要是去美国私立医院去看病 你这个普通人 你不会引起别人的抨击 不会的 但是呢 如果你是一个政治人物 甭管是议员也好 我们加拿大的总理也好 如果你出来竞选的话 如果你搞特殊 你有钱 你跑到美国去看私立医生 那你这个就是一个污点 所以加拿大呢 因为全都是公费医疗 而中医 包括希腊 包括什么那些中东 那些传统医学呢 因为全都不承认 所以在加拿大的医院里面呢 是不会出现这些传统医学的 但是在美国会有 我听我儿子说啊 在美国会有 美国呢 在医院里面 因为他有私立医院 有公立医院 在私立医院里面 那些妇人 如果你觉得说 哎呀 用这种西医就治不好了 我想试试那个传统医学 美国的这个私立医院里面 是允许的 但是呢 他们的保险是不包括的 所以呢 这种传统医学呀 其实不光中医 他们不承认 就是希腊的呀 什么伊朗的伊拉克的呀 这些埃及的呀 这些一概都不承认的 一样的都不承认 那我们还注意到了 这段时间以来呢 伊朗的高官呢 又不老少 都感染了这个新冠肺炎 伊朗呢 包括什么卫生部的副部长 包括他一个副总统 包括一个住这梵蒂冈的大使 我前两天以为 他是一个宗教人物 其实不是 是一个大使 他住凡蒂冈的大使 他还死了 染了这个新冠肺炎 还死掉了 然后还有他们的议员呢 还有他们一些官员呢 一共呢 有八个人 染了这个新冠肺炎 为什么说 他们这些高官 都染上了这个呢 有两个原因了 第一个原因呢 就是他那个 卫生部那个副部长啊 还有他那个副总统啊 他们都亲自到一线去 督战的 到一线去指挥这个疫情 指挥抗疫的 那他到一线去呢 他势必就有机会染上 所以他这个副总统染上 那你染上 在初期的时候 我们都知道这个病毒 它是有很长的一个潜伏期的 第二个原因呢 就是他们伊朗啊 特别爱开会 各种的会特别多 人民日报 驻伊朗的这个记者就说 他每天都密切关注 所有的这些 他都报道了嘛 他就说他看到 伊朗的这个开会 最高级别的这个会议的上面呢 就这个卫生部长 因为这个疫情现在嘛 他各种的会议 他都要参加 去参加汇报 这个疫情的情况 你想想看 他当初他感染了 他在不知道感染的情况下 他还去参加那些会议 那不会传染别人吗 对不对 那很容易传染别人嘛 而且人民日报的 这位记者还注意到呢 他们这个开会 最高会议的时候呢 他们有的人是不戴口罩的 就是麻痹到这种程度 或许呢 他就和这个记者 在街上随便问的一个人 说的似的 说我们谁感染 谁不感染 谁死谁不死 这些都由真主决定 不取决于我们每一个人 也许是他们就这么想的 所以致使他们 有好多人是不戴口罩的 伊朗的口罩呢 原本都是从中国进口的 在二月初的时候呢 伊朗就向中国捐助了 一百万的口罩 那前几天呢 伊朗就开始爆发这个疫情 中国呢 马上向伊朗呢 援助了他们25万的口罩 等于说多拿了伊朗呢 75万的口罩 因为中国现在呢 还是很需要口罩的 中国的疫情呢 还是很严重的 前两天我就说 现在中国呢 生产出来的口罩 和需要的口罩 就供需 基本上持平 有的人呢 还给我留言说 得了吧 中国现在呢 是口罩难求的 各大药店都买不到的 我是说 就是说 它生产的能力了 对吧 生产的能力 基本上持平吧 应该说 还是属于一个 短缺的一个阶段 就是为什么 人家伊朗那么穷 给我们捐了一百万 然后呢 我们返回去二十五万 如果我们真的 有足够的话 我们会向他返回去 二百五十万 对吧 这就是这么一个事情 给伊朗的试剂盒呢 给他是 这个五个人的专家组呢 给他带去了 一万个试剂盒 一万个试剂盒 不少了 他可能都用不完 因为他们那些 老百姓也不去看定 够用他一阵了 说回来呢 就是说 为什么说中国现在 先给他二十五万的口罩 因为他不需要那么多口罩 好多人都不带的 等过一阵 中国缓过来了 确确实实 口罩的供应缓过来了 我相信呢 中国会支援他的 如果他有需要的话 对吧 肯定是不练习 中国和伊朗的关系 还是长期以来 还是不错的 还有一个呢 就是我们看到 这个伊朗啊 他这个病情 他不来自于中国呀 到目前为止 我们没有看到一例 说这个呢 是来自于中国的 反倒中国现在呢 前两天 有一例 是来自于伊朗的 当然 他是来自于 从伊朗返回北京的 一个留学生 那这个留学生 他回到北京以后呢 就确诊 他是得了这个新冠肺炎 但是他的新冠肺炎 绝对是在伊朗得的 那昨天又有报道 说他离开伊朗之前 和他的同学 曾经在一块喝酒聚会来着 然后还有另外的两名同学 那两名同学也确诊了 还有呢 伊朗呢 他是一个宗教中心啊 他的那个圣城 是很多国家来朝圣的地方 什么巴林啊 科威特呀 伊拉克呀 埃及呀 叙利亚呀 这些国家呢 全都到这来朝圣 那这些国家 基本上中东 和阿拉伯国家 现在他们凡是 有了疫情的 这些国家 凡是有了确诊的这些 有一个算一个 全都来自于伊朗 美国现在呢 有专家就站出来说 伊朗的这个病毒 并不是来自于中国 伊朗的病毒 和中国的不一样 我不知道美国的这个专家 他说这个话 他的根据是什么 他的证据是什么 但是不管怎么说 我认为 美国的这个专家 他说这个话 应该是有根据的 他不是瞎说的 这个问题呢 就严重了 那伊朗的这个病毒 他不来自于中国 来自于哪里 是不是也指向于美国呢 好 这个视频呢 就跟您说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